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新聞解讀 阿良,我們自從過幾月開始已經在慶祝70周年抗疫戰爭的成立 和反法西斯 亦舉辦了幾個活動 曾經在商喜、甘都 也有一班人帶前去德國 上個星期還搞一個很大型的圖片展 不單一方面,兩方面都搞 因為你說的純粹是辦事處方面 其實中華民國大使館 台灣大使館也在中巴裏搞了一個活動 統治活動 沒錯 雖然我不認同李登輝前總統所說 但的確我們是一邊一國 因為我們就算連這個基本的事都不能一起慶祝 沒錯,應該兩邊一起慶祝 這方面很政治化,我也不是我所實施的問題 我想知道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在這麽多個活動之中 我一個西文門體都沒有見到 是啊,因為根本就是 正如你所說的,我們全部都是關門有事 為什麽中國人死的傷亡人數 遠超過在德國被納粹殺死的人 但是西方門體當中 對中國的南京大逃殺 沒有什麽表示 甚至巴勒馬都不知道 直接不知道是甚麼南京大逃殺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這麽多時間的活動 全部都是閉門造居 自己人自己知道 但是我們其實都不需要自己知道 我們可不可以向外開放 對其他巴勒馬的新聞媒體來說 為什麽我們到今時今日 我們中國還在聲討日本 何為衛安婦有問題 很多這些事情都要說出來 但是不是自己閉門造居 自己說自己事 那麽自己都不需要搞 為什麽突然都要做自己的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 巴勒馬是一個中立國 當時在巴勒馬 還沒有響我一槍一炮 也沒有死一個人 以一個活在天堂的國家 你怎麽可以明白 當時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的殘酷方面 根本就不可能的 那麽問題 人家不知道 那麽你亦都不跟人家說 人家亦都是事不關的高高怪氣 始終都是西方的國家 以西方的歷史為主 反而覺得我們中國很少氣 沒錯 過了七十幾年 你們應該不能放下的人 是呀 是呀 其實我們不是不想放下 問題就是當事人 日本 當時的日本帝國 到現在為止 還有某一種 狡辯的方法 狡辯 當年是對我們中國 不單止 所有東南國國家的 侵犯 的傷害 還有那麽多的死亡人數 問題就是 這些是我們知道 但西方人那些 如果是傳聞 就是救的 最好笑就是安培首相 上一次說的就是 對於那些慰安婦 對於某些婦女的尊嚴和名譽受損 感到遺憾 尊嚴和名譽受損 慰安婦是一個集體強姦的行為 是呀 他就說是尊嚴和名譽 是 安培他這樣說 故事當然他還是日本人的個個 好了 我們現在的新聞解錄 今天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